本期视频由有道云笔记赞助播出 全新升级的PC和网页版有道云笔记支持Markdown功能 可以满足代码高量 制作代办清单 表格 流程图 干特图 书写Latech公式等专业需求 也可以安静的写博客 稿件 让你优雅的沉浸式记录 专注内容而非纠结排版 同时 手机版有道云笔记 可以同步查看Markdown文件 让你心中无尘 马字入神 立即下载体验吧 Zero新版工具ZeroTool开始内测了 全新的界面更加直观易用 不仅有手机外观的详细展示 还有专业客观的实测数据 屏幕显示效果 续航发热 配置详情等等 一目了然 只要分享您的玩机心得 并通过审核之后 就可以成为第一批的内测用户 ZeroTool 期待你的加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众多的国产品牌挤牙之下 LG如果不玩点花活的话 我觉得它是很难在吸引眼球了 所以这次模糊化的设计 曲面屏 双摄像头 各种配件 让ZeroTool依然是这一批旗舰机当中最花哨的一个 不过这些附加的属性 究竟能给用户带来多大的实际价值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探计的答案 那么这系列可以说是一个 有着非常强设计传承性的一个系列产品 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把几代的旗舰机放在一块 你发现这几个小伙子 一看就是一家人 不过手机的设计和流行动趋势是一样的 每隔几年就会轮一圈 你比如说从G2到G4 由圆变方 G4的G5呢 一下子又圆回来了 更像是G3的设计 虽然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圆咕咕咕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得承认 这个适当的曲线 还是能够增加整体的精致感 而且圆滑的倒角 和这个有点弧度的后盖 还是能够很好的照顾手机的握持感 我们说过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所以说外观仍然是手机最大的差异点 那么你看曲面屏让S6和S7 活到什么程度你就知道了 其实同为韩国企业的LG 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那么在G2和G3 给整个设计的语言定调之后 找差异性就成为了 接下来这几代产品的任务 你比如说像G4的弧面屏 G4 G5上面 这个弯弯的额头 虽然说都是曲面 只不过在我们看来 LG真的是为了做曲面而去做曲面了 只是这个玻璃弯了 但屏幕本身还是平的 看上去好像感觉 手机的发际线有点高 而且它太低调了点 你不仔细看 你根本发现不了 所以我感觉 与其G3线的曲面屏的东风 倒不如说实实在在 弄个2.5的玻璃 来的更有用户感受的提升 那么全金属和金属加双玻璃的设计 已经成为旗舰机上最常用的了 而用了多年塑料的LG 在G5上 也终于宣称用上全金属机身 不过经过我们拆解之后 你会发现 G5这种处理方法 和魅蓝的Metal有点类似 就是它里边用了一层铝合金的支架 而这个支架上的一些必要的流空 它是用这个塑料来把它填满的 你比如说天线的部分就这么处理 然后再用涂料 来掩盖这两种材质的交际 所以简单的来说 就可以理解为是 它给iPhone的后盖 又喷了一层涂料 来遮盖这个白带 而且这个LG 在涂料上还是下点功夫的 它是先喷一层底漆 达到很好的这种绝缘性 同时再做一层microdising的准备 那microdising是什么呢 就是给底漆上再喷一层面漆 而这个面漆里边 是含有金属粉末的 所以实现了这一种 有一定金属磨砂质感的效果 再加上高光的导角 真的是可以给你一种 全金属机身的错觉 所以这么一分析 其实你就变得很纠结了 你不能说它不是全金属机身 但是又跟我们认知的这种全金属设计不太一样 不过其实在灯光下 你细致的观察 还是能看到这两种材质的交界 和它底层的设计的 尤其是在加热之后 由于这两种材料的膨胀率不同 因此界限会更加明显 而高光导角的效果 其实你只要把上面这层涂层削掉 露出下面铝合金的支架 其实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了 但是顶部和两侧还是有几段 它是塑料的 也就证明了这个底下的金属并不是覆盖了整个机身的背面 坦白的说 这么复杂的做法 LG能做成这样 我还是真心挺佩服的 因为真机它的一体性还是挺强的 如果不是专家的话 真的很难看得出它是用的什么工艺 那么涂料也选的不错 以至于我们问了公司好多小伙伴 他们也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材质 甚至很多外国网友直接拿刀 在这后边上挂 来求证它到底是金属还是塑料 那么最后再来说说这个模块化 那么这个概念其实也出来挺多年的了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这个之前属于摩托 现在归入谷歌的Project Era 那么虽然说都讲模块化 但是Project Era 它是可以更换摄像头 处理器等等这些核心零部件的 一个目的是解决硬件升级问题 第二个目的就是满足用户的这种精细化的需求 而G5的这个模块化 其实更多是锦上添化的功能拓展 你比如像拍照和Hi-Fi 都是某些功能的小幅延伸 而为了模块化 G5也有不少牺牲 你比如说下巴上的这个连接件和内部的缓冲弹簧 就占据了一部分的内部空间 而你又要保证整件轻薄 所以它整个空间利用率就变低了 像这个电池端的缩减 屏占比的下降 包括这个按键由后边变成了侧面 都是这个空间下降的体现 你再比如说难以避免的公差问题和强度的问题 甚至有人就直接演示怎么一直徒手 一掰就把这个G5的下部给掰断了 总体来说 虽然说可拆些电池和比较低的这种拆解难度 加上轻薄的机身在G5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但是这个所谓的模块化和曲面屏 这些外观上的亮点 却都是在有所牺牲的前提之下的妥协 并没有给用户带来多少实用的价值 而倘若如此设计的核心 并不是给用户带来实际的价值的话 而是迅速捕捉眼球 那么我相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只是抓住注意力和成交之间的转化 是否足够的高 就成为了衡量这种设计思路成败的关键指标 屏幕发展到现在 显示效果连LG在LCD上都已经做不出什么太大差异了 G5这一次的850尼特的超高亮度算是一个亮点 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待机显示 就是所谓的Always-on Display 经过我们实验室的测试 G5的实测亮度达到了817尼特 这基本上是符合官方的宣传数据的 这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已经和其他手机亮度都不是一个亮级的了 不过我要说明的就是 它想达到这样的亮度 确实还是需要很强的光线刺激的 也就是说在白天正常使用的时候 我们正常这么看 它的这个是不会有那么高亮度的 除非你遇到极强的光照 它才会触发 不然动不动就800多尼特 你眼睛没晃下 手机也没电 而在这个常规的情况之下 最高的亮度也大概是440尼特左右 那么其实呢 这个亮度调节的机制 非常类似AMOLED的这个亮度增益 说白点 就是欲强则强 欲热则弱 那么另外一个值得说两句的 就是这个待机显示 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Always-on Display 对于它呢 我们主要关心两点 第一个是功耗 第二个呢 就是功能 那么我们拿LG的V10 和三星的S7和S7 Edge做对比 你发现 开启的时候 这个这两台的LG手机功耗控制都不错 没有超过三个百分点 而S7和S7 Edge呢 最后分别消耗5%到11%的电量 那么功能方面 G5确实也是更胜一筹 因为三星只能显示系统应用的通知 而G5则对第三方开放了这个权限 凡是能够出现在通知栏的 都能够显示在这个待机屏幕上 它的实用性呢 就更高了 所以说这个待机显示啊 感觉LG比三星玩的更赚 那么在过去LG的产品测评当中呢 我们对于系统部分的评价呢 始终不高 虽然说流畅性和可用度呢 基本上都不是问题啊 但一个是风格呢 不够鲜明 很少有人能够 让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点 再一个就是细节把控 也不够走心 老是出一些这样那样的小毛病 那么在G5的身上 我们来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改变 首先呢 最惹眼的是这个 Icon风格的变化 大部分的系统图标呢 从原来这种正方形 都变成了这个圆角矩形 我们猜 它这个设计的改变 多多少少是和这个 G5的机身圆人造型 进行呼应的意思 那么你回头过来看一看 这个G4和V10这哥俩 他们俩的外观造型 和系统中的图标呢 恰好都是棱角分明的这种风格 所以说这种变通的思路呢 在G5身上 还是有一些拿捏的 比较恰当的 那么在系统整体的视觉风格上呢 能够看得出来 G5比之前的这个几代产品呢 更加简洁明快了不少 采用了更多的这种白色严肃 你比如说下来菜单 还有这个设置的 这个系统界面当中呢 顶蓝都去掉了 以前的这种彩色色块 直接采用通体的白色 不过呢 LG这个举漆不定的毛病 还是被我们揪出来了 你要改 你就改了彻底一点 你比如说 联系人和浏览器 就还有这个色块 你别的不说吧 光这个滑了两下 这个多人物界面 你就知道它有多凌乱了 其实确实对用户体验 造成了一些干扰 而且LG的做法呢 有点过于的简单粗暴 像邮件的时钟 这样的常用APP 看起来呢 还是很简陋 一点也不精致 所以有一种这种 外面穿西装 里边穿大户衩的感觉 另外呢 在本地化上 LG做的功课 也明显是和韩国的小伙伴 三星不是一个量级的 细致入微的什么 抢红包的功能就不说了 它根本没有 像这个电话黄叶 语音助手 也是没有 所以说本地化 不仅仅是一个 你预装一个安卓市场 或者说装一个高的地图 就完事了的 它其实是一个 全方位的思维的转换 所以总体的来说 LG并没有在 饱受诟病的系统上 做出惊人的进步 好像是把进步空间 当做传家宝一样 一直舍不得用 也不知道LG 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还是没有实力去改变 不过当我们看到 以往的系统上 走了不少弯路的三星 在S7上已经做出了 极强的这种整合能力 和学习能力的时候 LG在系统上的功夫 还是要再多加把劲 在安卓的阵营当中 如果单从绝对的画质上来讲 这几年称得上表现不错 而且稳定的 除了三星 也就只剩LG了 不过和三星相比的话 相机体验 一直是LG的一个大短板 而且又是一年的新旗舰 还是面临着同样的考验 硬件参数方面 虽然说主摄像头 1600万像素 光学防抖 激光对焦这些 跟得上主流的配置 它都有 但是可能是出于 更好调教的原因吧 LG一向是喜欢 把这个一颗Sensor 用到底 用好多次 你比如之前的这个G2和G3 G Flex G Flex 2 这一堆机型 用的都是MX135 这一个Sensor 用三年也是没谁了 现在G5上使用的 还是和G4 V10一样的 MX234 那么还是没有相微对焦 这里边隐隐的 为G5拍照的性能 我们还是有些担忧的 当然了 我们也不是参数党 老的Sensor也不一定意味着差 可能你的经验多一点 调的比较好一点 还是得靠样张来说话 之前的V10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逆光泛白 还有一个就是边缘的解析力 下降的会比较明显 那么在G5上 通过样张来看的话 基本都解决了 你比如看这一张 G5就不会白糊糊的一片了 再比如这一张 中心部分的栏杆 也是清晰的程度 和V10表现也差不多 到了边缘 G5的表现就更好一些 那么如果说要拿到 今年的标杆和S7来对比的话 凭借着高像素的优势 G5的整体解析力 还是要略好于三星的 那么比如说这张大桥 G5和V10明显就要比S7要锐利一些 到了夜间 解析度依然是G5的最大优势 你比如这一张建筑物上的线条 不用多说了 你也能看得出差距 G5明显比V10和S7都更加清晰 可以说解析力 它是真的是标杆 但是噪点方面 不放大情况之下 是没有可见的噪点的 放大之后 三者的天空的纯净度也差不多 都属于是第一题对的水准 另外值得提的一点就是 相信看了这么多的样张 大家也看出来了 就是这次LG在成像风格上 有很大的调整 首先是白平衡 从一贯的偏冷变成了偏暖 你比如说这个时阶 明显看得出G5的相比 V10画面暖了不少 但是没有S7夸张 而在饱和度上 G5也是有所提升的 你比如说这个花朵 画面的整体要更加浓艳一些 有一点三星的味道了 总体来看的话 G5这一次继续保持了 一流水准的绝对画质 那么通过成像风格的改变 让整个照片看起来 观感增色不少 在好看和真实之间 找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和点 我觉得这个进步还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一旦到了相机的体验部分 我们就只能感叹LG真的是不掌心 不掌心 不掌心 照片挺漂亮的 拍照的过程真是有点痛苦 虽然说激光对焦 一般照顾普通的场景是没问题的 但是少了相位对焦 它还是一大短板 慢慢悠悠的这种反差对焦 白天还能接受 一旦到了晚上的夜景下 简直就是被ST甩了十几条街 明显是被玩虐的 再加上十分明显的掉针 拍个夜景下来 V的印象就是卡卡卡 每个环节都慢一点 结果就是卡顿的印象非常明显 从取景到拍照 在好几秒太影响效率了 相机模块是这一次G5主打的配件之一 只不过经过我们的测试 发现这个模块对于拍照体验的提升 是十分有限的 首先虽然说它有内置的额外电池 而且手感也有所提升 但是这个模块并不支持热叉拔 当然了 你也不可能支持热叉拔 因为里边连电池都拔掉了 对吧 而且把它加上之后 整体的重量一下子就飙到了201克 后边凸起来一大块 画面的质量又不会提升 所以怎么看起来这个模块 都感觉平时你是不太会用的 除非你专门拿出去用G5来拍照 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这样的场景相信又是少之又少的 其次在安装上这个模块之后 除了手感的提升之外 不管是快门键 录像键 还是快捷的启动键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次点按来去代替的 都可以通过屏幕来操作来完成 那么它这个转轮的功能 居然是大家不太常用的变焦功能 而不是类似相机的快门感光度和参数调节 反正我是看不出这个模块的必要性 如果不是首发会送 也打死我也不会花700块钱买这个东西的 那么另外就是爱玩花活的LG 这次还把V10上的双摄像头 从前面移到了后边 加入了一颗135度的超广角摄像头 虽然说V10上的东西 把它定义为是一个扬点创新的功能 不过经过试用 这个从前面换到后边 效果可是完全的不一样 其实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拍摄风景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只要这个场面大一点的话 一般的手机都很难拍拳 这个时候广角镜头就拍上用场了 135度什么概念 就是你肉眼能看到的 加上余光 可能G5都能拍得到 甚至平时你拿着它都能拍到自己的脚 所以只要是风景好看 你随便一拍 发到朋友圈当中都是一种大片的感觉 比如说你看看这张样张 它的冲击力就非常强 当然了 即便和画质你就不能要求太多了 仅仅是拍到一项 就足以提升到痛点创新了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G5的绝对画质还是依然比较出色的 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白平衡撞到鬼的这种现象 但是总体来说还算稳定 成像风格也改变得比较讨喜 但是体验方面 G5身是原地踏步 放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来说 那就是巨大的退步 被三星落下的不止一个审位 所以对于LG来说 与其费劲搞广角镜头 你倒不如下决心提升一下这个拍照体验来的游用 5小时测试下来之后 剩余电量43% 8小时待机基本上保持不掉电 放在今天的旗舰机市场上 这个续航算是平均水准了 考虑到这个电池的容量缩水了 成绩还能够依旧的坚挺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那么骁龙820到现在 它的发热表现都是顺风顺水的 那么G5再次回归到高通旗舰芯片 我觉得也算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更多的客观数据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官网 通过工具来进行对比和查询 而可拆协的电池 在G5上仍然得到了保留 这一点算是有些加分的 不过这次变成了抽拉式的 和下巴共进退 而且电池和下巴 真的是简单的粗暴的 通过卡扣来连接在一起 换的时候你得升爬 要是第一次的话 我还真担心 它会不会把它白坏 而且我们也担心 随着更换电池次数的增加 卡扣的耐久度 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既然是能换电池的话 LG也就良心的配送了 一个额外的电池和一个坐冲 那么这个坐冲 其实它是加入了充电宝的功能 虽然说算上转化率 实际的可用电量可能没多少 不过这个旧旧级还是可以用的 面对三星和苹果这样的龙头企业的竞争 LG把G5的价格定到了4888 并且附送这个坐冲和相近模块 还算是一个比较良心的做法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 还是这个道理 估计LG自己也知道 G5和S7正面要扛的话 还是有点虚的 模块化的设计 能够带来的真正价值 其实比较有限 所以再不便宜一点 送来配件 你还有什么选择 G5的理由呢 当然了 如果不止和S7对比的话 放眼今年上半年的手机市场来看的话 论综合实力 G5还是处于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准 那么如果说预算不太够的话 买它也还不错 参开最近的市场电源数据 截至到今年的第一季度 LG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仅有0.02% 虽然说在国际上的 这个市场战要率还不错 但是在中国仅位列第16位 三星和苹果这样的对手 高不可攀 研发 技术整合能力 LG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而国产品牌 你要拼本地化 拼互联网化和渠道的沉淀 LG又无力深耕 所以让我感叹 仅仅是五年的时间 手机市场的格局就反转如丝 虽然说在国际市场上 LG在市场战友率上 还能有一席之地 但G5的表现 难以让我对它的长期 保持乐观的态度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了 更多内容呢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Zero.com 以及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来时常关注我们的更新 当然了 如果你关注更多的 科技生活方式内容呢 也可以看我们的社区Zero Plus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来快递了 前台 来快递了 前台 来快递了 前台 叫我叫前台 你就放这儿吧 一会儿我叫人过来 那叫什么别的 叶小冬 你来快递了 不要这个人 你别开除了 哈哈 哈哈 小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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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